接下来第二组出场的是来自韩国的选手 两位一样是一男一女的搭配 非常特色 音展示老鹰的声音出现了 以及这个朴明慧 那这两位呢来为我们演出的是双人太极 韩国队的选手 那么这两人啊通常这个团体的演练呢 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这个默契啊是相当难练的 这个如果不是今年累月的彼此互相打气互相的练习 那我想这个默契是很难能够养成的 哇这个真的好漂亮啊 这两个人的身影同叠在一起 那么展现了出这样一个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相当的棒 尤其现在 接下来我们做二起脚 好的 这个是非常漂亮 这个美感也真的有别于一个人的单练 在这边要跟各位观众介绍的一下 他们的所谓的契合度呢 裁判员在看的时候连起跳的时间点 他们都会注意 如何在同一个时间下蹲 你看连手摆的速度跟起跳 一起落 哎呀 这个连续落 哇 相当的棒啊 这个时间差都要非常注意的 是的 是的 而且各位可能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男女之间 别忘了他们的弹跳力是不一样的 身高也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说这个双人太极的默契的考验啊 包括自己空中转速的时间差 都要非常拿捏的准确 这相当的难啊 这个 这相当的难啊 这个 腾空正踢 哇 相当的棒 腾空正踢的这个要求呢 是需要下腿瞬间打直 然后上腿呢 是踢到额头 要有触碰才算完成这个难度的 是 轻轻的要点到头上啊 哇 这个非常的棒 好的 现在也来到了 推手吧 推手的部分 好 你看各位可以很直接的发现呢 连推手的这个攻防的过程 啊 三首都把这个 音乐的节奏给放在了里面 你看他的发力都要同时发力 对 两个人呢 就当一个人在打 的确 的确 好 刚刚可以看 轻轻的看到了现在这个 女生呢 呃 跟男生之间啊 必须要相互的搭配 如果不小心细微的发现呢 有一点时间上的差的时候呢 那自己本身就要先做调整 好 刚刚各位看到的呢 最后收视之前做的是一个 有高有低 高低起伏的一个 相对应的一组动作 是的